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字不知道要怎么发音是吗 在心里面会不同 当然这是古术 这个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 叫做Forever Young 其实呢 这是一首特别特别特别的歌曲啊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 那这首歌我是我自己点的 对 今天因为今天节目一开始 虽然大康老师点了一首歌 但是很神奇的 没有看到其他听众在点歌啊 我想我们要不要 我要不要先藏个私心 你的机会来了 先给大家来带来这首Forever Young 那其实这首歌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 最近一段时间啊 前段时间不要为什么 有一个关于朴树的歌曲的公众号 一篇公众号文章啊 这个流传的特别的广 里面呢就反复的提到了朴树啊 不是朴树啊 当年特别特别著名的一个专辑 是哪一个 在1999年他发的第一个专辑里面 一首歌叫做New Boy New Boy 那首歌当时啊 这个是一代人的记忆 特别的有名 这个朴树同志呢 一生 不是一生 现在说一生有点过分 朴树同志迄今就出了三张专辑 三张专辑 第一张就是1999年出的那张专辑的名称 特别的牛 叫做我去2000 这里面有在骂人吗 去2000 当时主打歌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到的 这首 Forever Young 然后到了2017年的时候呢 这歌妈在成绩了14年之后又出了一张专辑 中原出了一张 然后过了14年又出了这一张专辑叫做猎户星座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让人觉得哇怎么可以这样的一首歌就是这个 Forever Young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他把new boy拿出来重新填词 哦是吗 所以曲子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这首歌和new boy的曲子是完全一模一模一样的 但是朴树这个人很奇怪 他在这首歌出来之后呢 他很少在演唱会唱他那首 很多人被视为是怎么说自己青春记忆的那首new boy 他很少唱那首歌 为什么他是觉得有些想抛弃 有一种说法是当初他在出这首 我去192000的时候 1999出那首这个new boy歌的时候呢 里面那些填词并不是他非常喜欢的 所以你看他到了这个2017年的时候自己又来了 所以这一首Forever Young是他自己填的 他自己填都是他自己填的 其实那是那首那首词也是他自己填的 这首Forever Young的更是他自己填 你看他里面写的歌词 哇所有的疯狂都挂了 所有的牛逼都颓了 哇然后引用的一切都过期了 但是呢just还是那么年少那么狂施健垮 是不是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听 当然不适合小洛天 怎么我也我也有这个年少的时候好吗 对然后就是还是听一下吧 这首歌给大家带来分享 感觉还是特别燃 就是特别有能量的一首歌 感觉很有鲜 是韦浩1864的这位朋友说啊 好像镜头不对啊 现在对了吗 啊现在对了啊 现在镜头对了啊 就是刚才给大家给大家带了这首啊 Forever Young 是还很激动啊 听到这首歌 对真的是 那他的那首第一首new boy 他跟这个的曲 应该说风格是一样的 但是歌词有点电音的这种感觉 第一首这个这个编曲和当年的new boy 还是有点不一样 new boy那首歌 其实呢你乍听上去是非常阳光的啊 就是在说2000年 你以后都很美好啊 你2000年到了吗 你知道吗 21世纪到了 4个现代化要实现了 对对对 小洛不知道什么是4个现代化吧 我不知道 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什么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 还有什么现代化 科学现代化 等于就是一个崭新的世代 就是我们小时候讲的21世纪 哇就是那种就是未来的感觉 很有未来感 就是一切都迎刃而解 好像就来到21世纪的话 感觉这个世界就没有难题了 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小了说到这 呵呵两声是吧 那个3663的就有朋友说 可是我更喜欢之前那首歌啊 这首没有之前那首好听 主要是编曲和唱腔 没有以前纯真了 编曲当然是变化了很多 唱腔 你说朴树从大哥变成大叔 过了十几年能一样吗 他能一样吗 对不对 当然可能是反映那种情绪 结果 其实我跟大家坦白讲 我一开始是想放那首 那个boy的 结果呢 结果都已经找到了 那我忽然想 哎 要不要玩点 这个 就找了一首新的歌给大家听 好 0025的周围朋友说 点歌 谭永林的海尔 好 一会儿来找这首 寒儿 海尔 好像好像没有听说过这首歌啊 再找一下 我们来这个 要不要先休息一会儿 进到稿告之后呢 我们给大家带来 哎 大康老师今天要点什么 李克勤 一声不变 这个相当好听的一首歌 其实呢 还有一首 陈柏强的一声何求 也是一声什么 其实我刚开始还以为 大康老师会点那一首 为什么呢 就感觉好像 比较符合他的风格吗 就也说不清楚啊 就感觉好像 哎 好 其实一直到那个最后 我才查清楚啊 这个确认了一下 他为什么想点这首歌 有什么含义吗 哎 大康老师说 他点的是一声何求 等一下我来看一下啊 所以你给他擅自做主张 以为他点的是一声何求 没想到 这个大康老师 现在一定在听节目啊 就我一会儿截屏发给你 你说你想点李克勤的一声何求啊 这个 我一看到李克勤的一声 我就一声不变出来了 李克勤并没有唱过一声何求 所以他可能把两个搞混了 对不对 大康老师 你不要那个什么啊 那个 哎呀 真是 没关系 没关系 这位朋友说 这个 大康老师能不能听懂 你哪天 哪天让他给你标几句广东话 就知道了 这个你是要谈命了 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05599的 这位朋友还说 这个喜欢朴树 桀骜不逊的性格 也喜欢他的歌 这个还想点播一首 李克勤的天梯 然后尾昊 5657的 这位朋友说呢 还有国防现代化 和科学现代化 马上就给我们 四个现代化 工业现代化 农业现代化 国防现代化 和科学现代化 我就是记得啊 就是 我们以前那个时候啊 对于这个 所谓新世纪的憧憬啊 觉得真的是 现在回想起来 还觉得历历在目 有的时候觉得 这种憧憬 好像有点幼稚 就是有一点 因为从1990年 到2000年 就完全跨了一个世纪 然后就是说 一到了21世纪 所有一切都会改变 世界就会美好 一切和平 那种感觉 小乐 你小时候有没有看过 一本这个 像是动画片 还是卡通片一样的 一个漫画 这个应该也叫不叫漫画 叫什么 叫小灵通漫游未来 小灵通 小灵通漫游未来 我记得好像是 叶永烈 是一个少年人同作家 然后他就写这个故事 就是基本上就描述了 一个叫小灵通的小孩 因为某种原因 去到了未来 然后未来一切都是美好的 然后就是什么都是先进的 他当时有讲到很多什么 现在可能有一些技术 在当时他构想的 现在已经做到了 有一些没有 比如说在高铁 比如说在空中 把车子开来开去 就没有堵车 这种情况 当时我们小时候就 反正我就很天真地觉得 可能到了21世纪 这一切都能实现 再加上成天 就大家都说 这个到时候就四个现代化 所以对这个21世纪的 这个美好愿望 这个一直好像就是 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面 你现在有觉得比较美好吗 这个5599的这位朋友说 李克勤有唱一声和求 和陈百强的一声和求 完全不一样 是吗 然后0121的这位朋友说 看了耶主编 基本不听大康老师的节目 大康老师在近期的节目 一直强调对于某些新闻 他首先关注台湾的媒体 因为完全听不懂 香港的媒体在说什么 然后05599的朋友说 而且李克勤版的是国语 他真的是不知道 长知识了 这个也给大康老师说声 不好意思 我们一会儿再给你 那个大康老师说 我怎么会点粤语歌呢 故意气我 然后那个安德鲁又在那儿 那时候打岔 这个真的是 谁敢说我没有水平 好的 我们今天来一个话题 这个大康老师 这个一声和求李克勤 是不是 这个我们明天早上 明天下午的节目中 给大家来点 想说我们节目什么时候 变到早上去了 都被他们气乐了 今天其实呢 有一个话题呢 有点意思啊 就是说到这个电动汽车 或者是混动汽车 今天有一个消息呢 是这个联合政府公布呢 将会推行一个 所谓的新的 一个关税的政策 就是对于电动汽车 和混动汽车 要降低关税 其实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原来新西兰这个汽车的 关税这么高吗 好像是的 但是我觉得相较于 好像很多亚洲国家 新西兰的汽车关税 是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你会发现在 新西兰这边的车的价格 会稍微比较低 但是毕竟还是 关税还是有的嘛 这个政策的这个目的 当然就是为了 鼓励我们所谓的这个 怎么说呢 绿色能源汽车 或者说清洁能源汽车 就是包括 纯电动的汽车 其实市场上 现在已经有不少了 当然最最最最 吸引人 抓人眼球的 当然是这个 Tesla Tesla 这个我们这个公司 离Cyber Park比较近 对 最近每次有的时候 到那边去买点东西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的 被那个停放在那里 那两辆Tesla所吸引 你有进去试做一下吗 我以前有试驾过 真的吗 所以我经过的时候 都是以不屑眼神 不屑一顾的眼神 看着那些在里面 坐在方圆里摆 海湖的壁划的那些人 你就说 我都足都开过了 你还在那边呢 当然这个不是给 任何一个汽车品牌做广告 这个大家又不要觉得 我们又收了谁的广告费 没有这种回事 只是说我们今天谈到了 这个新闻 说说对于这种 电动汽车 混动汽车 以及这个所谓 越野车 就是高排量汽车 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 一些一些看法吧 按照这个新闻呢 就是我们新西兰的 这个政府 要鼓励所谓的 这个混动车和电动车 大幅降低他们的关税 还挺吸引人的 说是有一辆叫做 现代的叫 Ionic Ionic是吧 Ionic它是一辆电动汽车 我是第一次听说这种车 说这辆电动汽车 在这个新的关税体系通过之后 大概是2021年 2021年通过之后呢 一辆车要比现在便宜 8000牛币 那还是蛮大的一个差别 相当大 这个Ionic现在价格多少 我还不知道 这个但是无论如何 就算它像特斯拉这样 我知道特斯拉是什么 现在一辆这个 特斯拉S款的 大概7万多 9万多就可以买到 那我想这个不可能超过特斯拉的价格 所以这8000牛币的这个价格的下降 还是非常有吸引力了 一辆全新的Rav4电动 油电混动车 会比现在便宜2800牛币 一辆Rav4的油电混动车 大概是在四五万牛币左右 这个我们今天下午刚刚查过 所以这个差不多也是可以便宜5% 反过来说 其实这个关税真的是挺多的 你看关税占这个汽车的含量 有价格含量也挺高 然后呢 一辆Ford Ranger的四门皮卡 将比现在要便宜2750牛币 皮卡 小乐知道 是要贵还是便宜 贵贵 就是因为皮卡是属于 因为它有一些高的 特别多的油耗 特别多的油耗 这些车呢 将贵2750牛币 你看这个 我今天这个节目做到现在 就被大抗的时候 一声何求 一声不便 搞到现在 脑子还是乱的 这个 所以就是说 这些混动的 或是纯电动车的 它的关税要降低了 但是那些高排放量的 像是越野车 或是SUV休旅的这种 它的关税要提高了 是 当然这里面的 这个所谓的思路呢 就是说 这个国家需要鼓励一些 大家呢 去开或者去买 这种 要不然呢 就是油电混合 要不然就是全电动 要不然呢 如果你实在不喜欢 那种电力汽车的话 没有不喜欢这种 电力感的汽车 对 的话 因为你知道 很多人是非常讲究 那种驾驶的乐趣 就喜欢听那种 油门轰轰轰的声音 我就是啊 真的吗 就我就想问你说 像这样 加上这个新的关税体制的话 会鼓励到你去买 可能纯电动车 或是油电混合车吗 我觉得会是一个因素之一 那本身你其实也蛮喜欢 就是可能是电动车的那种 我先问你吧 你觉得呢 你会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直对 就是油电混合车 比较排斥 为什么 就不是说我不在乎这个环保 你看起来年纪轻轻的 为什么思想那么保守 我觉得汽车就要有 那个马力 的那个声音 知道吗 真的吗 我觉得就是 踩油吹油门的时候 然后再这样 所以你开手排吗 我不开 可是我很想学 手排才会体会到 这种马力轰轰轰的感觉 或者是那种 Turbo的不是也会吗 对 对 然后就会是说AMG那种 就是一声出去 所以说假设 假设一辆Riffle 一辆那个 因为Riffle它有那个 电动油电混合和纯油的吗 对 那如果说有点 应该现在应该价格 应该是有点比较贵一些 对不对 那将来如果比它更便宜 甚至你会不会考虑呢 这个好问题 是个好问题 会不会在 可能就是在这个 非常理性的我 考虑到 对于这个地球的关爱 我可能还是会考虑的吧 可是自私的 我会想要买纯油 就纯这个油 油力发电的车 对 你看我们这个听众 真的是热心啊 这个尾号多少呢 这我看看啊 尾号5147的这位朋友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 这个现代IONIC的 这个图片 挺帅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不过上面涉及到车牌号 我们现在没法处理 没法给这个 我们所有的听众和观众们 看一下 挺帅的 我觉得这个车 所以说你会吗 你刚才就说 我觉得 我可能还是不会吧 怎么办 好像搞得好像 我很不爱这个地球一样 那你 那你觉得 像这种措施 它会起到 所谓对环境更好一些 这就是我在思考的 对 我觉得会鼓励到一些人 但是我不觉得 能马上就是 颠覆大家 可能买车 本来自己对买车 这件事情的一些想法 我不知道 其实我们这个听众 观众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 现在已经在开这个电动车 你知道有一些 可能观众听众 家里有矿 这谁知道 可能家里有矿 这个已经开上 这个我个人非常 非常梦寐 Dream car 是吗 谈不上Dream car 但是我确实 不算Dream car 算是梦中的车吧 之一 好了 你家有矿 我这样可以选很多台 我可能已经开上了 特斯拉这样的 这个纯电动车 电动车的先驱 或者说呢 家里虽然没矿 但是有电 所以开上了 这个油电混合车 如果大家有这样的心格的话 你不妨打电话 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我以前这个 在做纸煤的时候 有一个同事 他就开一辆油电混合的 我就忘记了是 空大还是丰田 反正是辆油电混合的 做他每次我做他 他都很得意 是吗 倒车出库的时候 是不用不用那个汽油 对对对 他好像是在时速40还50以下 他就是穿零电的 我不是非常清楚 反正就感觉 你看这个没有声音 都安静 那我做Uber也没声音 你是说他是Uber4G吗 你太狠了 然后确实是 我觉得他当时 觉得还挺自豪的 伟号这个05599的朋友 还是在说这个说哪的话 说大康会北京话 叶涛会上来话 安德鲁会广东话 你们三个好朋友在一起 就差一个会敏南话 这个确实是 那可以我可以加入吗 小乐 小乐也会敏南话 我只能去插花 敏南话是台语 开个玩笑 说点一首朴树的歌 这个 行 这个我一会儿给你点 这个然后说 政府是不是免息贷款 买电动车 不过都有好的哄哄的音效 呵呵 看来这个朋友 对可以 这是一个方式 就是还是用电力发电 只是有一个哄的声音 满足我这种非常虚荣的人的欲望 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很假 很假 然后你踩电动车 哄 好傻 我觉得有点傻 0121就有朋友说 说到21世纪 我想到了贺岁篇 没完没了的一句台词 到了21世纪就好了 不愁吃不愁穿 那时候我想那是多遥远的一个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 也快就要到了 现在看来21世纪都过了20年了 车都变成电动 我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两位好 你好你好 有什么想点歌 这个周末听了 他看提到Beyond 才知道原来他的节目 是这样 对海阔天空 就是这么来的 从此听他的节目 会感到更温情 行 好 你想点什么歌 点一首他的Beyond的歌吧 什么歌 谢谢 谢谢 我们给你找一首 喂你好 这位朋友 你好 那个叔叔是买了一辆 这个美国的那个牌子 电动车 十多万 但是现在公司非常好 公司把他八年的车 八年的电瓶 哇 他七十多了 一堆钱 他就跟我解释 他还要什么 这倒也是 爽一把就好了吗 对不对 一倒车的话 我的猫都听不见 怕得撞到我的猫猫 幸亏他有报警 他才搭车了 OK OK 对 非常静音 嗯 嗯 当然车有点大 他水平有限 所以瓜瓜 站在已经好几道了 啊 没事没事 您来开嘛 对不对 我不开 你没开过是吗 3.7秒100公里 对对对 3.7秒 真的我刚刚有查数据 对 而且他的费用是 他在捞秀嘛 到我在45公里 嗯 他跟我说是300公里 大约是20块钱 啊 也就是我们目前 汽油价钱的三分之一 对 差不多 你不要说那么多了 说那么多 我要憋不住 那个叫什么 这个电动车非常的高 非常的快发展啊 真是要是3万多 4万多 真是买一辆 很快就买到的钱 是不是 这个 而且跑个300公里也够了 对啊 你要真的要出去 像你上回出去 租一车不就完了吗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非常省事 没错没错 这个我是真东西 我回去算算我们家这个 回去看看这个存款 你们还差几个零 人家就帮你算好 你资料就查一下就行 就关键是电瓶 因为电瓶现在还是咽喉嘛 对 对瓶颈的地方 那看看这块怎么解决 当然你要算好 他1万多换个电瓶 因为他其他发动机 他没有不会有故障 电动机故障非常少 嗯 所以你总的来说 这是个趋势 对 这是个趋势 点一个春江花月夜 春江花月夜 好的 好 谢谢 然后回去看看我这个存款 后面还差几个零 我刚才真的 我刚才真的有认真看过价格 是吗 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我们也不算给这个人家做广告 把价格都说似乎不太好 不是说了 不说了 反正我觉得呢 就是还差蛮多零的 然后 太牵扯了 尾号05599的这位朋友说 我身边朋友开油电混合车的主要原因就是现在的油太贵 和环境没有一毛钱关系啊 确实是你要从每一个个人的角度来讲呢 你当然是我为什么就是便宜吗 都便宜吗 而且讲到环境 其实很多人就是在说 电力的车它在对于可能环境的污染不一定会比这个油 就是汽油车来的少 这个呢其实呢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这个电动汽车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种讨论 就是因为你电嘛 你需要发电嘛 对不对 你需要发电才能才能可以嘛 这个发电这个过程中本身也是有一些可能会造成对环境的污染 所以说呢 其实就是你你这个能源是是在前端取得还是在后端取得 如果是前端取得的话 就大家都成了电 这污染是在前端造成的啊 然后后面大家用电就没有什么污染了 但是如果你后端取得呢 那就是你直接在你的车上去燃油 造成这个污染 其实关键就看这两个污染哪个更大 对 就是总体来说 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但是据我了解呢 这个我们今天下午好像这个我们的网站上 关注我们的微信 今天微信公众号也关注这个话题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好像现在是一种说法 那就是还是那种前端发电的方式 比较对环境有利 据说新西兰80%的电 都是那种所谓清洁能源发的 就不是火电 不是那种烧煤 或者说其他的火力发电的方式 对 还是用蜂蜜啊 大风车也没有 对对对 大风车 为什么会想起这个 然后要不然就是水利 要不然就是其他的 当然你像其他很多国家可能还有核核动力发电 这些发电的方式呢 它可能就是效率高一点 它把这个所谓的污染环境这个这个过程再前置 前置了之后有两个效果 第一个效果就是它可控 一般来说这种发电厂啊 它是不是控制污染的能力要比我们普通人强一点 嗯 就是你你你因为现在大街上到处有很多很多车嘛 对 有各种各样的车嘛 可能有些车呃 年纪很大了 嗯 或者说技术水平不够啊 所以它可能是造成了一些一些污染 为什么我一直在给电动车说好话 我感觉你就是真心的很喜欢电动这个东西 其实我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跟你是一样的 我以前的就是感觉 哎就就感觉这个 但可能这个大家熟悉我都知道 这个我开车还是比较猛的 嗯 我还是比较喜欢那种 其实跟你一样了 牛马力 就喜欢那种轰的感觉 对啊那种感觉 就我开车就喜欢那种轰 没有那个轰的感觉 怎么叫开车 我一脚轰下去的时候 我就忘了环境了 就忘了警车在后面追你了 有的时候也会忘了 然后就轰 但是呢自从试驾过 刚才这个听众打了个美国品牌的电动车 我们避嫌一下 其实我真的是有了翻天覆地的感觉 为什么呢 就他真的是太快了 哦 百公里3.5秒 你想象一下 是3.7还是3.5 3.7有3.5秒 如果他其他型号的 嗯 百公里就算4秒好了 也还是很快 就算4秒好了 现在一般我们平时开的车 百公里能够就是 就是6秒7嘛 这个马力很大的 也可能也就达到这种程度 你要真的拿百公里4秒 那可能就是要上到跑车级别 对不对 对你有12个缸 哈 不要一脚油门下去就100块之类的 这个 这种才能达到 但是他真的能够做到 嗯 我记得当时 我在这个奥克兰试驾啊 这个 也没有超速啊 这个大家不要盯着我 但是我就感觉了一脚一脚 那个也不叫油门 叫电门 哈哈哈 好 电门 显然是电门了 对不对 但又没有油 奇怪 一脚电门下去 当你什么都没有听到 你的耳朵里什么都没有听到 因为他没有 没有任何轰鸣声啊 没有任何这样的声音 一脚电门下去 蹭的那种贴背感 就哗一下车子就出去了 你这样的形容 我脑海里就那个画面 就很像我们看那种电影 就是科技片有没有 对 然后可能他的车子 可能是飘的或是怎么样 然后反正就是嗯的声音 对 没有任何的轰鸣的声音 你有开过碰碰车吗 对不对 有啊 有碰碰车不要撞 撞就哐哐哐哐 就是碰碰车不要撞 然后你就想像一辆 你开来碰碰车 呼呼一下 那种 大概可以想像 就是凡是喜欢轰鸣声的人 一般都会喜欢贴背感 对对对对对 这个两者是结合起来 有些人开车就喜欢慢慢的开 就喜欢那种 我应该怎么来形容这种感觉 安全舒适感 舒适感 舒适感对不对 这个是另外一种开车的体验 是 但是一般轰鸣声和贴背感是一种 所以这个贴背感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不一定要像我们传统想说 你要有大马力的那种才可以 而且重点是 你不需要说好像 你知道有的时候在高速上开 你开什么七八十以后来 一下油门 你踩踩到110贴背感出来了 对不对 像这种0到100公里的贴背感啊 你甚至在这个奥克兰坤街大街 你也可以实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短距离之内他不需要速度开到很高 你这贴背感就出来了 完了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做购物节目 老板要不要考虑一下 真的 看要不要直呼一下 我觉得我们这个 对 太像购物平台了 这个 真的啊这个大家不要 不要不要去 我们只是在讨论这个车了 确实是 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我们来听个电话 喂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请讲 刚才你们讲到那个电动车对吧 对对对 我就想说 其实我之前买过一辆银色的普瑞斯 就是没有没有当成乌伯斯基 对 就是跟乌伯绝对是一模一样的那种车 同款 然后为什么买这车 因为当时刚来新西兰 这个车当时大概是一万纽币出头 就觉得价格比较合适 其实当时对油电混合没什么概念 因为之前一直开的都是汽油车 对 但是这个车真的非常省油 真的是很省油 大概能省多少呢 你随便 给我的感觉 就是我好像不怎么去加油 就不花油钱 就是真的我就是觉得 就是开很久很久很久才觉得 没有了去加一下 就是你绝对不会把加油这件事情 当成每周都要做的一件事 非常省油 然后 其实我也觉得就算它虽然是油电混合 但是它就是你一脚油门下去还是觉得 感觉就是那个声音挺轻的 就是比一般的汽油车要好 但是我后来为什么把这个车卖掉呢 主要原因是 为什么 主要原因是它的电瓶 在路上有人招手是没有 可以开玩一下不好意思 您今天说 就是它的电瓶是挺贵的 所以它电瓶是有寿命的 就是这个电瓶是一定会到某一天要换的 就是就是个自然损耗的过程 对 然后它这个电瓶的价格大概是八千牛币 比个 那多久要换一次大概 有人说可能就是现在不是很多乌本司机吗 他们有的时候能达到二十万公里 那有的时候也可能十万公里到二十万公里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 随时会爆 对啊 而且就总感觉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车突然就会故障 会故障 就八千块钱 而且这个八千块钱 一般防险工资是不保的 因为它算是损耗品吗 消耗品 对 它不是那种突然坏的 对 就像你买一个什么欧洲车 你可以买个机械险的吧 然后差不多十万公里之后 你出什么问题 你还可以用比较小的成本 对对对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我有点接受不了 就是总担心它有什么问题 但是后来这个车 我在train me上面转手 我发现它还真挺保值的 是吧 就是对一个 一个毛利家庭还是什么家庭 就anyway就是 他们买走了 买走了 开Uber去的 不是 那个车比较旧 所以没法开Uber 他们是就是要从南区开到北岸 反正就是他们每天开很远的 所以省电 省油 省油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然后他最后花了八千块钱买走的 也就是说 相当于我开了大概一年就就两千块钱 就大概掉下 相当于租车费 对啊 我觉得还挺划算 好的 嗯 好感谢您分享啊 谢谢您的分享啊 再见啊 确实啊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会担心这个电池的问题 对 但是你们像刚刚这个朋友讲说不太需要加油这一点有有吸引到我 真的吗 我就觉得你经常忘了加油是吗 我经常忘了加油 对 像我车子现在就是一个没有油的状态 就是油灯已经亮了 对 你是那种油灯亮了还能开多久的 我会 我会想说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亮了还可以开四十公里 那对啊 我就会自己在心里算说 我这样一趟七公里这样回来三公里 还有十几公里 一定要就好下去 下班去加油 我们先休息玩一会儿过来 一手来自捧树的No fear in my heart 就是尾号95599的这位朋友 这个具体而言就是开电动车想用轰轰声的那位朋友 有一个印象 No fear in my heart 翻成中文应该是怎么说 我心中没有任何恐惧 我心无惧有没有 我心无惧 对 通俗一点没在怕的 对 没在怕的 一手来自朴树的没在怕的 对 对了 太通俗了 太通俗也不好 这个怎么怎么办 好这个我们那个 关于这个电动车呢 还有一点点啊 这个收购尾 尾号0208的这位朋友说 这个也可以介绍一下开采和生产电池的污染和浪费也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是另外一面啊 这个每个事情都有很多面对不对 说现在的电池的寿命也只有八年 而且现在更换电池比买新车还贵 但是刚才有一位朋友说可能就是现在电池发展了变成三节了 对 可能一次换一次就算三千块 三千块 这个东西呢 当然这个确实我们也要关注一些电动汽车的一些负面的情况啊 不能够说一窝蜂都只说它好 只有你会做这样的事 要不然真的变那个人了 电视导购有没有 对对对 那好歹后面得有辆养车 然后尾号6833的朋友说这个晚上好 已经晚上了吗 傍晚了 你好啊 这个台湾的发电水平最高 说台湾是用爱发电的 有没有 我不知道他这个有没有反凤的意味啊 这个难道没有反凤的意味 这个尾号这个5147的朋友说 是不是忘记我点的歌了 没有啊我刚刚找到啊 这个一会给你播 因为现在排队还不少啊 这个前面这个好多好多电歌排在前面 5147的朋友不着急啊 就是给我们上传那个这个怎么说呢 现代那辆叫什么来着 Ionic 这个就您上传照片这么大功劳 怎么可能把你的这个歌给忘了呢 一定得播的 一定得播啊 那么我们现在的直播间呢 多了一位朋友啊 这个朋友呢 就是指纹其身的 对 你先给大家打人招呼 你好 大家好 我是小雪 我刚说要不要猜猜这是谁 哎呀就爆了 对 这个小雪啊 小雪今天呢 我们把他特地呢 邀请到我们这个节目中来 这个原因呢 就是因为他是卖那个车的 然后等会要给我们送一台免费的车 嗯 好我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这个开玩笑啊 这个小雪今天来呢 不是为了卖车啊 这个今天呢 是下一个话题呢 跟小雪有一点关系 对 就是我们昨天说那个花木兰的电影 对 预告片出来了 我们来说呢 这个电影整个是在奥克兰的Cumor 那边搭了个景来拍摄的 对 小雪呢是演花木兰的 对 的替身 不是吗 下支节目我就不敢出去 没有啊 我当时其实是作为一个小群众演员 小雪是参与了这个花木兰的演出 对参与了 花木兰的起了一个头啊 嗯 我觉得其实围绕这个电影啊 还是有很多可以说的啊 这个所以呢 哎 这朋友圈看到小雪回了一个啊 说他呃 转了我们的微信啊 我们微信昨天是花木兰啊 今天是电动汽车啊 两个东西都跟小雪有关 嗯 一个销售电动车的花木兰群演 没事 然后小雪说呢哎 他去参加过这个群演 嗯 哎我觉得挺好 我们就把小雪那个请上来 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呃您这个拍这个呃 花木兰哎 群演这个感觉好像采访啊 对啊 当时有什么感受吗 就随便讲讲好了 对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因为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要签保密协议的 像我们在场就是看到的所有东西 也我们很早之前就知道会有这种被人吐槽的这个福建土楼 但是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是在土楼拍摄的 嗯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我想这应该不算剧透 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预告片中一一开场 他不是像呃木兰先是在草原上跑 然后就会看到有一片土楼嘛 对 其实在Cumera他们只搭建了一个土楼 应该是用强大的特效把它复制了好几个 所以就是Ctrl C Ctrl B 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还挺有意思的 然后还有就是还有什么有意思的点 你当时扮的是什么有什么特定的角色吗 对对 我扮演的就是土楼的一个小村民 然后我的村民角色我一般都是洗衣服的 然后扫地的 然后就什么就要不然就是wash woman 要不然就是swiping woman 所以真的要在那边假装在洗衣服吗 真的因为我们当时像我那个拍摄 我们那一组像村民们的时间还挺长的 我们有两周到三周甚至有拍到一个月左右 所以我们相当于就是相当于大家真的就住 我们没有真的住在那 但我们早上五点钟就会去 晚上可能六七点才离开 然后我们在一块待的时间很久 我们去了第一天那个导演就跟我们说 你们要真的就像邻居一样 像一家人一样 也没有串个门吃个饭大家打个拍 讲道理其实就是剧组的货食真的特别好 每天都是自住餐 吃什么 西式中式的 就是其实就是摆了应该比较西式吧 大部分就是很多的菜 然后有肉有菜 有没有福建风味的 不是吐楼 没有 然后其实像我们身上穿的 像我觉得它应该挺还原那个年代的事情 因为它当时我们就是其实我们穿上身的都是新衣服 但是会专门把它做旧 然后再往上面撒土啊 对 会这样 所以真的有感觉好像就回到了那个花木兰的那个年代的感觉 我昨天有很认真的在预告片里头找我自己 找到了吗 但是我发现就是像电影这种帧数 它和游戏或者和其他的图片不太一样 就是你真的把它截出来其实是糊掉的 你又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 可能他们还是会把可能镜头会聚焦在 毕竟主角身上吗 可能群演就比较 可能因为可以找到自己的背景之类的 但我们当时因为我们人数 那个土楼大概有70多个群演吧 然后我们当时都说 因为它是明年的2020年的3月27号会上映 然后大家就当时集体去电影院找自己 可以 这个红衣服是我 这个蓝衣服是谁 这个在洗衣服是我 对 那有没有在近距离观察到那些 有的有的 花木兰啊这个 还有花木兰他 爸他妈 他爸他妈 爸他妈对 还有什么对 他的师父他师父是真子丹嘛 对 因为我当时主要是我们没有跟随着去南岛拍摄 那我们在北岛拍摄的人就 起码我能确定是无缘见到李连杰 但是呢 因为他没有在土楼 土楼出现 对他没有在这个场景出现 没有这个角色 然后在北岛的拍摄不只是有土楼 还包括有部分的士兵 然后还有最后有皇宫的一些镜头 对 然后所以在北岛这边 我们当时我自己本人见到的演员就是刘亦菲 然后真子丹 真佩佩 还有包括他 就是媒婆也那个 对 然后包括他的就是爸爸妈妈还有他妹妹 他们就是他那可能他们也是就是好莱坞的这个演员 但是我不记得他们的名字 对有些怀疑演员 是 然后我们片场会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笑话 就是当时我们有一个村民 然后当时真子丹从他边上经过 他就上去 哎你好你是不是那个什么叶大叔 就是他不是他不是真的以为他是去搭山或者是什么叶问之类的 他就是以为他就认错人了 他以为是自己的一个朋友说 哎你也来这个片场啊 然后真子丹说不是不是 然后就走掉了 真子丹没有说对 您认这个我就是叶大叔 那其实我们在片场是在保密协议里头 也包括就是不要去打扰就是主演 对因为如果像我们虽然都离他们很近 但是他们很多人都想去跟他们说话的话 他们现场还是挺分散精力的 他们不能要签名之类的吗 不可以 拍照可以 都不行 偷偷的 如果你真的就是我们的手机一开始是没有被密封起来的 那么那个阶段但是会全靠自觉 但是中途如果有人真的用手机拍的照 后面我们的手机全部都是被封起来 而且如果你拍的照你就会直接被赶走 赶走 能不能吃完饭再走 嗯 一定要熬一顿饭 尝试一下 对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挺有趣 而且我们感觉是建立了还挺深厚的友谊 是 所以借此还有 是 真的是邻居 所以offline之后下来来之后也没有说一个时间大家 有啊我们大家有一块约吃饭约唱歌 最重要的是要约着一块去看这个电影 是吧 因为都是差不多都是这边的华裔吗对不对 嗯就亚裔 其实很多人都是我们在片场其实就是大部分情况就是既说英文又说中文 其实英文的情况还比较多因为很多可能这边长大 对对 那当时怎么找到这个机会去拍这个我我好像就是在网站上看到有招群演 然后这个也很好笑就是当时我在一开始就听说荒木兰在新西安开拍了 然后当时我就很想去当荒木兰的演员那时候还是学生 我就去了就当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中介 嗯我说我想我想我想参加 然后他说啊你是学生啊你还没有车你不够资格 我就说嗯好吧 没有因为学生签证的话我们那个拍摄啊 不能工作 对他不能长时间工作他倒不是歧视你 对 然后后来呢我就说好吧 啊无缘啊无缘花木兰 然后接着我就是随便在也是在一个网站上看到他说招群演 然后我当时就想的是因为我自己爱表演 我说那不能拍花木兰这个也行 我就给他发了简历 发完简历之后他就给我几个角色里头有土楼村民 就叫土楼villagers 然后土楼村民可以选还有还有商人 还有什么就是那种嗯妓女 对然后就是那种没有第二女主角 不可能然后还有就是类似的很多角色 然后我当时发现就是土楼村民的这个拍摄时长是最长的 我心想说既然你要体验当一个群演 你就应该多体验一下 我就选了土楼村民 然后当时我还没车 我就坐超远的 坐公交车过去 然后试镜嘛 第一天他要先fitting嘛还是怎么样 然后去的时候 然后我在现场就会有就看到很多很多人 我说哇这个排场挺大 我说我之前想肯定是就没啥人去 是要中国人对吧 那肯定是一个中国的剧组什么之类的 后来呢这个特别好笑 有个人跟我说 哎你说我们会不会见到刘亦菲 我说我们又不是拍花木兰 怎么可能见到刘亦菲 他说这里就是花木兰剧场 你是有多懵啊 你以为你去拍什么 我一直以为我在拍一个叫土楼村民的电影 这就很懵啊 所以误打误撞还是拍到了花木兰 然后我超兴奋 维号36630的朋友说 啊土楼是在新西兰派的 不是在福建派的 是搭起来的土楼吗 对他真的是真正的按照那种一比一的还原比例就很大 我们在里面包括那些房子啊那些什么灯 都是就是真实的吧 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经历还是挺难忘的 对挺有意思的 挺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东西有报仇吗 当然了这工作呀 就是我记得一天是200吧 真的还不少 为什么你们当初不见我 这个就是要多看网站要多看新闻 以后想要认情就跟着小雪 我买特斯拉全靠这个 然后也三六三中叶老师 我觉得你买特斯拉可以再等等 估计还能更便宜 现在主要是充电桩都不够方便 所以我决定这个 他为群演 但是这个的税很高 我如果做演员的话就是 因为是第二份工作吗 还是第二份工作 不是因为第二份工作 我当时是没有别的工作 他就是他是百分之二十的税 然后就是交给政府 但是因为我们都有找 大部分人都有找这个agent 所以就还会被抽成 所以拿到手很少 那经历比较重要 反正经历比较重要 我想一想还有没有比较好玩的事 反正那个片场叶先生 是我们大家都很传遍的事很有意思 这个片场叶先生 然后如果很多人可能会想知道 就是像明星们私底下是什么样的 但是这个就不好说 但其实我就是觉得像 他们其实还都挺专业的 比我想象中要专业很多 我们有听说刘亦菲在私底下 他是不太 例如说休息时间 他不太说话也不太看手机 他好像一直在看书 对 他可能会略微有一点点高冷 但是原因可能是因为 太多人想要去亲近他 那他只能把自己摆在一个比较 这样镇定的位置 扮出这种高冷的姿态 让这个深人无尽 是吧 深人无尽的感觉 但其实还挺软萌的 我以为有坐在他身后 就是当时避雨嘛 就坐在他身后 他就跟他的助理说话 他用很软萌的声音说 I'm hungry 就是那种 他为什么说英文 他跟他助理全程 很多人在片场都说英文的 他助理是华人吗 也是吧 但是我感觉 所有在工作状态中 他们都在说英文 我知道了 因为他们整个拍摄的环境是英文的 对 对 所以毕竟还是要 所以就希望自己 可以 对 他说我当时也申请了 但是因为头发太短 是是 会有有有 不能戴假发吗 土楼村民没有短发的吗 我不清楚这位听众是男生还是女生 如果女生他是要求 看起来应该算是女生 女生的话他要求头发有一定的长度 因为我们都是饰演的古代人 然后男孩会给他带假发 女孩就尽量用自己的头发 对 就还省个假发钱 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拍戏 有意思 你知道这个金灵宝钻也要在这个新西兰拍了吗 应该有可能也在Creamer 我上次也转发这个 我也看到这个 但是当时我转发我就说想去当群演 然后当时一块当群演的人都会说 这个应该不会需要那么多亚洲面孔吧 对 对我们上次有谈到 对 可是我们可以把脸蒙蒙 拌那个什么Oak 拌那个什么 拌一棵树 相信特效 相信后期 是吧 其实挺好 其实是一种经历嘛 就下次有这样的机会 不要忘了叫上我们俩 没问题 200块也挺好 对啊 我吃顿饭也挺好 对不对 一千两百 一周一千 还真在算钱了 现在 我多久能够买这辆特斯拉 好的 所以这个感谢小雪啊 跟我们分享一些特别特别特别 特别有意思的经历啊 谢谢 我们听众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们大家想找群演的话 也就就时刻关注我们这个 哈哈 现在又变了一个找群演的一个平台了 一天两百啊 我们也 哎我们节目可以搞搞中介工作 可以吗 天啊 我感觉就是叶老师就是这种特别有销售的感觉 其实我是最没有这种本领的 嗯 就是一个嘴上说说 我觉得我们激发了你这个能力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 好 拜拜 好 一首来自刘美玲和陈冰的合唱感 歌唱版不为谁而做的歌 是尾号5147的朋友点播的 这个给您送上了 尽管我既没有听说过刘美玲 也没有听说过陈斌 那你听说过这首歌吗 也没有听说过这首歌 真的吗 原唱是林俊杰 好年轻 近期蛮火的一首 年轻人的歌 好一首不为谁而做的歌 我们这个后面好吵 听完吗 其实呢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听众朋友们实在是太热情了 这个非常非常感谢大家 这好多好多歌在后面排队 剩下的这些歌呢 就我们成为现在开始不说话 又进入了这个疯狂点歌 就是循环播 我给小乐一句话都不讲 估计也够 就可以播到节目结束 我不确定要这样做 会不会一出去老板就在门口等我们了 咱们警惯 这个我是给你工资的好不好 你没有给我工资 老板是又给我工资 我没有给他钱 上次小乐有 对不对 老板也说小乐给他钱 因为做节目太愉快 那不行啊 我们毕竟还是要给大家继续聊一些话题啊 所以呢在这边呢 如果您今天点播的歌曲没有随时得到播出呢 我们先这个 抱歉啊 不过明天呢 我们会尽量啊 就是给大家都把这个播割播了啊 尤其是大康老师 还在等他的那首不是粤语的那首 什么一声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想不起来 你说他好点一首李克勤的一声 那当然就一声和求了啊 啊不是一声和不变了 你自己都讲过 太难了 我要救你都救不了了 这个太难了 这个我觉得他是故意的 好我们刚才这个小雪呢 跟我们大家来一起分享了一些这个 花木兰的拍摄的一些一些情况啊 这个因为花木兰的最近出了一个预告片 大概一分多钟啊 其实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预告片 而是一种怎么 昨天我们就讲是什么 引导片 引导片啊 就是给大家先放一些料 一些诱文有没有 对 就慢慢吸引大家一下啊 这个大家的关注 我没有看 看一下 我这边还蛮好的 这个但是我虽然没有看这个预告片啊 但是呢 关于这个预告片的一些背景啊 还是看了不少的啊 这个预告片本身呢 是还挺信任的 尤其是在中文的这个语境里面 因为这个 大家都很关注嘛 因为这个迪士尼动 以前就有一个迪士尼动画啊 现在这个迪士尼真人来拍摄的这么一个 一个电影啊 讲的是花木兰的故事 我们的花木兰是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 一个故事 什么木兰从军嘛 有没有 是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关注这个预告片 那预告片一出来之后呢 哎挺有意思 就非常多的反响 很多吐槽啊 刚才小雪也提到啊 他说 因为他们之前就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所以就预期到了这个网上出现的这些吐槽 像那个土楼 这个土楼啊 很多人吐槽说 哎 什么情况啊 为什么花木兰住在土楼里 对啊 他是福建人吗 其实故事里面 他没有 他没有说是哪里人 但是呢 花木兰 木兰词里面有一句 有一句话啊 叫做淡辞炎阳去 木树黄河边 翻成中文就是早上离开父母户 晚上就住到了黄河边上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从花木兰所住的这个地方啊 离开这个黄河边 大概是一天的行程 一天的行程啊 按照当时的这个 推算 推算 你就算是骑匹快马啊 这个恐怕也不可能到福建 这个福建 土楼 一夜之间啊 哎这个早上吃完早饭 跟那个父母说什么拜拜啊 这个晚上就到了黄河边上 他开特斯拉吧 那应该是坐动车 坐高铁 这个坐飞机啊 或者也有可能性啊 所以很多人就质疑啊 说你这个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个难道去福建了吗 不过后来也有些网友出来杠啊 说其实呢 花木兰他说是客家人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是客家人啊 这一种说法他是客家人 所以客家人是到处迁徙的 对没有 现在的土楼出现在福建 不代表在木兰 那个年间啊 那个年代啊 木兰因为是 说的是 怎么说 几年呢 是 应该是 我看一下啊 这个是很早以前的了啊 这个故事啊 可能他们就说在木兰那个时代 会不会这个 当时的地方的住宅 就是土楼 因为福建的 这个客家人后来迁徙迁徙迁徙 所以其实也不止福建有土楼 他的意思就是你怎么知道当时木兰的黄河边上没有土楼 你又没去看过 对不对 好吧 说的好像也很有道理的样子 问题是编剧也没有去看过 他怎么知道啊 这个没关系了啊 这个可能编剧觉得土楼这种形式更能够反映 花木兰的 就是生长环境 就是因为要找人演土楼村民嘛 就没有土楼呢 因为这部片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土楼村民 土楼 土楼女子 土楼女侠 有没有 就是这么说 然后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哎 厉害了啊 说这个 既然这个花木兰是住在福建土楼里的 对不对 那按照福建话来念 花木兰 他应该不叫花木兰 应该叫发木兰 好坏啊这个 发木兰没有 这个那个台湾如果说闽南话念的话 不会了 不会吗 因为花是相反过来了 是发这个词念不好才会变花 就是花打算 就是说开发可能会变开花 所以倒过来不会是吧 对倒过来不会 不过我觉得这个很好玩 他说会不会叫花木兰 然后居然有人考证出这个花木兰在英文里啊 还真的是发木兰 为什么呢 他没有 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英文里没有这个呼的音 你看这个花木兰的英文就是发发木兰 为什么不用H就好了 可能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那个时候 翻译有问题 翻译的问题啊 这很多啊 还说那这个预告片里面有很多东方的元素啊 说好像花木兰打了一套太极拳还是怎样 对对对 对对 可是那个我们都知道太极拳呢 哎 可能就是很以后明清时代才有的 才会有啊 哎当然说呢还有很多什么穿的盔甲也不对呀 这个好像跟那 但其实我觉得呢 各种吐槽 这种东西呢大家来来吐槽一下是是挺好的 当然就不要太当真 因为事实上呢我们谁也没有去看过那个年代对不对 但我觉得这个真人片里面它有一个细节我觉得跟那个动画片还是蛮一致的 就是他们的妆容 就是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动画片里面他们的妆容 我印象我记得小时候印象最深刻就是他那个妆好浓啊 嗯就是脸是很白很白有点像异迹的那种 嗯然后脸上花花绿绿黄黄的各种颜色 嗯然后这个预告片里面也可以看到他的那个妆容 嗯要不要给大家看一下 关于这个妆容其实这个也是有草可吐的啊 哦是吗 嗯大家看那个这是刘亦菲对不对 对啊这个妆容中间哎这个额头这边有一点啊 嗯就是他现在额头上画了很大一片黄色的 对黄色对然后中间有一个点对一个红红的 有点像三个叶子有点像这个以前知道这个珠沙有没有 在额眉间点一个珠沙对可能中国古代女子们都有这个风俗 是可是呢他这个呢珠沙呢点的有点奇怪啊 他是那种三片叶子的或者说有一点这种哎这种形状点的啊 对然后很多网友说哎这不是华为的logo吗 哈哈哈哈 所以现在是软植物是吗 事实上这一部片是华为赞助 哈哈哈哈 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可能就是你知道这个中美贸易战打了一年啊 嗯很多时候呢 不管这个东西本身是好还是不好啊 这个这个话题萦绕在大家的耳边一年 那怎么说呢 看什么都觉得跟华为有关是吗 就你原来不知道的现在也知道 哦对不对 就像大家原来不知道特斯拉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说半天 现在大家都在 对不对 我们前两天天天在说卢主 是大叔都在问什么是卢主 现在全奥克兰人的华人都很非常熟悉 没有那么夸张 这个大概有那么几个吧 对不对 大家在问什么 这就是广告的效应 挺有趣啊 就是关于这个花木兰的这个吐槽啊 其实关于这个花木兰吐槽呢 刚刚我们讲的就是比较搞笑的一些内容啊 包括这个他上里面有个郑佩佩演的媒婆 对 这个形象也是有一点嗯对这个啊这个这个这个实在是也有一些 这么佩佩的年轻时候是个大美女你知道吗 哦是吗啊你看他年轻时候照片你会觉得中国美女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啊 这个对这是个媒婆的形象 我觉得还有个网友吐槽的特别特别棒啊呃这个不是网友这个是一个文化人叫做马卫都啊 马卫都是中国的一个一个名人啊这个呃他在微博上的也吐槽啊 他说怎么说呢哎他说你看这个木兰从军是不是 嗯呃他说这个演员皇帝是李连杰演的对不对呃 媒婆是郑佩佩演的对不对呃将军是曾子丹啊就是刚才这个呃小雪说这个叶大爷 对对他这三个人在那儿啊李连杰大都知道是功夫皇帝啊郑佩佩经常引武打拼身手相当不凡 然后曾子丹就更不用讲了对不对这个功夫是杠杠的啊说这三个人在一起居然还有木兰出手从军 那也是找了刚好其他那个主要的配角都是功夫的能手为什么找了一个刘亦菲呢 啊这个呃韦5599朋友说艺术作品都是挖来挖去突来突去累不累 呃好玩嘛对不对生活在于吐槽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啊刚才李克勤标的那个高音实在是太漂亮了 对啊这个本来呢我是在想那个时间打断他这个舍不得被这个高音吓回来了 这个呃韦5599的这位朋友就是点播这首歌啊来自李克勤的天梯的这位朋友呢他说这个天梯来自一个很感人的爱情故事 我好像是有有有耳闻啊是有印象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舌头上砸一个梯子啊就跟这个故事啊去去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还是为爱的人砸一条梯子让他出去之类的呃呃呃具体不是很很记得了啊这个但是有这个印象了这首歌是这样来的呃在这里呢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今天这个后面真的是好多哥啊所以呢一会儿呢可能肯定是不能全部呃给大家播完了啊 啊这个多多的理解啊再有一个呢其实也挺好这个这些朋友可能可以明天会必须要继续关注我的歌还没有点我明天要听啊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很坏还好了现在有点小心机希望大家对能够呃一直呃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啊这个好多歌啊包括那个那我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给我记得还有个什么再见一时朋友对不对曾航生的啊这个我都记下来啊一个一个都记下来我们明天明天给大家播吧好不好啊 这个如果今天没有呃放到的话真的是呃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边哎拿笔在记啊曾航生的亲笔的记下来好我们这个节目最后呢还一点点时间啊关于这个花木兰的电影呢可能还有一个个一个小小的话题可以跟大家聊一下呃因为其实呢在呃众多的吐槽中呢还有一个吐槽还有一种类型的吐槽呢其实挺严肃的呃呃刚才那些什么华为之类的大家都知道是搞笑的对我开玩笑的呃但是这个呢就是很多有一些人啊看了这个 这个片头之后呢对于这个花木兰的这个形象啊就我们刚才讲这个涂得白白的上面点几点没有嗯这种形象呢有点不满他觉得呢这是又一次好莱坞式的呃对于这个所谓东方主义的偏见啊就认为可能这个我们东方人花木兰亚洲人啊呃中国人啊是不是好像都是那个样子的是一种刻板的印象来把这个形象给烘托出来的就有一点点就是想这个呃以前前一段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黑豹啊 啊对对黑豹里面这个黑豹的角色也是似乎是有一点点从这个西方这个所谓西方主流文化的这个角度而来觉得你黑人就是应该什么样一种形象黑豹一开始有一些场景你记得吗就是像帮派一样的对对对那种场景那他们觉得会不会你现在就是呃把我们东方人也往这个形象方面去靠去塑造只是这个外表吗还是说可能目前目前应该就是只能是外表因为故事剧情花木兰的剧情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欺负从军嘛对对混在一群这个 呃男性的士兵当中啊这个成为了一个很了不起的这个女性的英雄啊就这么一个英雄故事其实这个呃女性英雄故事的主题和最近很多时间以来好莱坞的英雄作品是有承接的有没有对就是很多我觉得我们看很多电影里面昨天讲的那个阿拉丁对阿拉丁在之前那个旌旗队长对还有那个那个Avengers也是啊有一幕全部都是女生对啊就是那个旌旗队长那个简直无所顾的 我当时就想他一个就搞定了嘛干嘛还要那么多Avengers真的吗对不对其实那他就是有一种但是你觉得这个所谓的呃过一刻版的东方印象我不觉得耶因为我觉得毕竟他还是以从一个迪士尼的那个动画片然后翻拍成真人版所以他的样子我觉得还蛮呃真实的呈现原本动画片的样子当然你可以说动画片他没有那个人的那个样子所以你找的演员啊还有什么的在真人版里面可能会给 观众一个既定的印象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特别是好像呃很刻板印象的呈现说华人就是应该怎么样嗯我觉得你说好像很多的这个可能主角主角是洋人的他也是就是表现说洋人的故事就是怎么样嗯我不觉得说他是好像想要既定就是有一种刻板印象的感觉嗯不好说啊这个可能究竟这个刻板印象到底是不是成立啊 可能我们要等就花木兰这个电影出来嗯再有呢有的时候我觉得呢可能哎是不是也不要过于呃敏感会不会我是觉得好像有些有一些人会好像太敏感了就是觉得说啊这个东西嗯呃一定要政治正确啊怎么样嗯会不会我们东方人就长那样了是啊对哈哈哈又又又又怎么样呢就就是长这样不然难道要找一个西方人然后假扮是东方人是那你说到这我就想起那个美人鱼的 这个选择的故事了啊最近这个呃美人鱼也是个迪士尼电影对不对是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丹麦啊丹麦故事吗对不对最近好像选了一个呃呃呃黑人女生黑人女生来演当然这个黑女生有特别有活力有就对对但是很多人在想哇你这是个丹麦童话嗯难道美人鱼会长是是一个黑人的形象吗因为从那个原本的故事他是有形容说美人鱼是一个例如是他生长在一个什么样的海海边 嗯然后他们的文化大概是怎么样的听起来是欧洲文化对然后会不会有人会说你咋知道你有没有回去过那个年代的丹麦没准那个时候就是有黑人蛋的生活在那本来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吗对我有看到网上有一些评论就是说这个故事本来就是一个想象中的东西他并没有说一定就是怎么样是那我们现在想要呈现的是我们觉得的样子嗯只要说这个演员他可以凸显这个主角的可能讲的他的个性嗯或者他的特色这样就够了不一定说要是哪一个种族 是所以说所以说我们还蛮幸运的至少这刘亦菲还是个东方人哈哈哈你说没有找一个例如是美国人来演是这个木兰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一个哎我们来听一个电话要不然抓你时间喂你好你好嗯我也要吐槽嗯你要吐槽吐吐吐我吐槽那些吐槽的啊啊啊吐人家这个迪斯尼是西方的嗯拍出来的电影当然是有他们的他们他们的角度是吧他们的观感 如果他有他们拍一部就完全和我们中国时常拍出来的电影一模一样嗯那有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嗯对嗯就是让他们拍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对不对嗯好了好好谢谢吐槽的吐槽啊这个谢谢您啊好这个节目的最后啊这个给大家带来这首歌呢是为号3819的这位朋友点的这首日本歌啊中导美家的我曾经也想过一脸白老他说呢这是 其实是一首很励志的歌一点都不消极呃每次不开心或者人生走入低谷呃就听了就会让想象中心站起来的力量呃只有像中导美家这样人生经历过跌宕起伏的人能够才能够唱出这首歌的味道吧嗯那我就给大家呃送上这首来自中导美家的曾经我想也想一了百了呃然后我们大家明天再见明天见拜拜